歡迎收看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各位觀眾們晚安 歡迎收看11月31 30號 沒有31號 11月30號的就是娛樂 我是吳怡沛 我們趕快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我們請到了兩位媽媽 首先邀請的是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身材 臉蛋都保養非常好 我們歡迎金友莊小菁姐 嗨 裴霍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的這位媽媽 她太盡責 剛剛在錄影之前 還在外面教她的女兒數學 我聽到就覺得好難 來 歡迎小禎 嗨 大家好 接下來在營養的部分 我們當然交給我們的營養師 劉伊麗營養師 嗨 大家好 好 我想問一下小菁姐 因為家裡有三個小孩 那寶弟她長得又高又壯的 感覺好像是吃得滿健康 她挑食嗎 她不挑食 她其實很好帶 她就是食量非常的大 然後我就是 看得出來 對 我供給她足夠的食物就好了 我養她一個小孩 可以養三個女兒 真的假的 對 因為她那個牛肉的用量 非常大 用量是不是 用用量來形容 對 因為我超市 就是要一盒一盒的 其實她一個人 就可以吃掉兩盒 甚至她在外面吃完 等一下 小菁姐 超市的那個牛肉份量很多 其實現在沒有很多了 其實就是大概就是 食來片之類的 她在外面吃完晚餐 她回來會跟我說她沒有吃飯 對 然後我就再弄一餐給她吃 其實她朋友就說她吃過了 她食量真的非常的大 寶弟現在多高 有180 她184了 184了 還有再長高的跡象嗎 我不曉得 她現在19歲 我不曉得 我是不希望她再長了 因為她已經很大隻了 不會 可以長到205公分 不錯 可以去打籃球 打籃球還不錯 可是你知道 我之前跟寶弟一起去出外景 我不得不說寶弟食量很大 因為我們在出外景的時候 體力又用得比較多一些些 她可以一個人吃 我們四個人整座人的份量 我們吃飽之後她繼續點 我心想說妳還好嗎 然後她就說我還在發育 我們也不能嗆她什麼 因為她真的還在發育 她就像個無底洞 而且她不挑食 她肉類攝取得非常的多 比較好的是她的青菜她也不挑 像我的女兒 看到我穿這身衣服都會長刺 為什麼 她覺得像菜的形狀你知道嗎 我女兒不吃青菜 不吃青菜 不吃青菜 可是妳知道女生吃青菜 皮膚才會好啊 她們就是不吃青菜 對 所以我就在水果方面 給她們多攝取 是不是妳懷孕的時候 妳自己有一些不吃的東西 對 有一件事情很妙 就是我懷小女兒的時候 因為就是弄咖哩會比較方便 給老大老二吃 我就會常常熬咖哩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聞到咖哩的味道 會覺得很噁心 對 後來我小女兒長大以後 她不愛吃咖哩 很妙吧 會不會是從肚子就開始跳 我就是想不通 到底是我影響她 還是她影響我 是她沒影響我 因為其實我以前不太愛吃水果 可是我懷我女兒的時候 我愛吃的東西 反而我聞到會吐 然後每一餐都是吃大量的水果 然後生完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是被附生 因為生完它之後 我又恢復我的飲食習慣這樣 所以其實懷孕當中 飲食會改變 會 就會因為胎兒的關係 我今天才知道 是他們影響我們 可是妳知道現在大家 兩位媽媽來聊媽媽經說 小朋友喜歡吃什麼 很多小朋友 其實在成長過程當中 媽媽以為說只要餵飽他 多吃澱粉 或是有很多媽媽說 如果要長高抽高的話 就一定要補鈣 可是大家都忽略一個重點 我們有一則新聞 就要告訴大家 吃東西的重要性 聽說小朋友的三餐 只要缺乏裡面有個元素叫心 很容易長不高 到底怎麼回事來看一下 很多家長認為為孩子吃白飯 攝取足夠的澱粉 身高就能高人一等 但這個想法可是大錯特錯 那吃白飯的話 主要是裡面會缺乏一些心的部分 那心在我們體內 就是合成一些生長技術 那如果缺乏的話 人就會生長比較遲緩 營養師強調 孩童只吃白飯 雖然熱量足夠 但缺乏心 而且蛋白質 纖維素都可能不足 容易造成體型瘦小 長不高 由於心屬於微量元素 人體無法自行合成 必須從飲食補充 可以多吃生蠔 牡蠣魚背類 紅肉等食物 這些都含有大量的心 另外專家說 孩子等大廊的好時機 就在秋天 從立秋到白鹿 轉骨的效果最好 針對骨質的一些刺激的話 我們會加上一些鹿籠 絕醫師建議在這個時候 可以用藥膳補助 像是狗尾草九層塔頭 能行氣串氣 再加入黃旗當歸穿窮 調養器械 最後添加鹿籠 刺激骨質 配合肌肉主熟食用 就可以促進生長發育 不用藥膳補生 時機也要注意 太早會刺激性早熟 反而壓苗助長 記者梁家文 王家慶文 月芳 高雄報導 其實我覺得蠻意外 因為通常我們在飲食生活當中 如果提到鑫這個字 好像跟男人都脫離不了關係 覺得男人好像要補鑫 才會有一種 充沛活力十足的樣子 所以 母蠣是不是 對… 所以營養師到底 小孩子也需要鑫嗎 鑫到底有什麼功用 鑫其實第一個剛剛提到 如果它缺乏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長高 生長發育 甚至於有一些記憶力也會影響 還有就是小朋友 如果在青春期的時候 如果他鑫缺乏的話 那會影響到他第二性徵的表現 對 可能會延後 或甚至於他可能 有的人他會長毛 或是怎麼樣 他就不會 所以其實鑫缺乏的話 會有很多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過於補鑫的話 他會不會提早 性徵什麼 不會 他倒是不會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有一定的一個需要量 所以他其實過多 其實他會排出去 對 男人是真的很需要鑫是不是 男人需要鑫 他是第一個除了就是說 在所謂的 比如說像在精子的一個製造 或是說可能一個 第二性徵的表現裡面 他確實是需要 所以兩個階段 大概在青春期的時候 還有他是需要 在懷孕的過程 要受孕的時候 但是他是需要的 那鑫到底從什麼樣的食物 因為我聽到很多坊間都在說 男人要補鑫要多吃什麼 牡蠣 蛤蜊生蠔之類的 如果我們要植物的話 要從哪裡攝取 其實如果動物性就是帶殼的 剛剛其實小禎有提到 所謂的蛤蜊 牡蜊 蚵 這些其實都很多 或甚至於有一點點的紅肉 也滿多的 但是在蔬菜裡面 像植物性的蔬菜裡面 其實都非常少 以100克 比如說我們一碗的蔬菜 它大概就只有0.1到0.2毫克的芯 但是韭菜卻滿多的 韭菜 對 大概會有三倍以上 大概在0.3到0.6 有時候會多的話 吃多一點就0.6這樣子 這樣聽起來 好像芯對於小朋友 在成長方面 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到底芯還有 除了可以幫助小朋友成長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功能 我們待會會仔細的來探討 那麼我們要看一則娛樂新聞 來看一下謝霆鋒 他拍了一部新電影 那麼在新電影裡面當中 他演的是一位大廚 不過大廚很多東西都叫做菜 不過謝霆鋒 他自己本身就很會做菜 所以在刀工方面 他說不用 我自己來 完全不用用替身 劇組都說好棒 又帥又會做菜 簡直是天菜嘛 謝霆鋒堪稱是演藝圈的特級廚師 長得帥又會做菜 婆婆媽媽都好愛 最近更受邀 成為史上第一位米其林之友 真的好厲害啊 最近他在新電裡 扮演是金曉明的大廚 和韓星陣融合展開場食神對決 電影裡的精湛刀工 可都是由謝霆鋒本人親自上陣 裡頭的料理也都有他參與設計 我除了是這次的演員 我也是可以說是美食顧問 我當初答應的時候 其實我沒想到 我們在電影裡面 會出現十幾二十道菜 還有後面來自於日本的 來自於義大利的 來自於印度的選手 我都要幫他們去設計他們的菜 所以最後這個功課 還真的是好難 嘴巴喊著好難 但其實謝霆鋒整個樂哉其中 只要一有空就在劇組裡研究美食 把同組演員都給餵包包 有一次是我吃到他做的那個紅燒肉 彈牙入口即化 這樣標準的詞意量有 然後我記得那個肉拿出來的時候 不是我們看到的那種 就是油油膩膩的那種 它是那種 就是偏玫瑰色 然後有點吃蛋粉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天風哥他端 他忽然端過來一大盤蘋果排 現做的 然後酸酸甜甜 然後又很鬆脆 因為大家吃完都這樣不覺得好 講成這樣小編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能吃到男生做的菜也太幸福了吧 這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我們今天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的 用的食材就是小朋友 可能有些小朋友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大人 都不太能接受的韭菜 因為韭菜的味道 畢竟吃起來有一點點給他種 尤其是吃韭菜水餃的時候 如果你打個韭菜格 應該方圓百里之內的 都會跑光之類的 但是小朋友在成長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看新聞也知道 如果缺乏心 因為韭菜裡面有很多心 如果缺乏心可能會導致未來 骨骼發育會有點長不高 然後發育會受限 心既然不錯的話 那韭菜這個東西 到底還有哪些營養成分 其實韭菜裡面 有個很重要的營養成分 就是所謂的Beta胡蘿蔔素 所以其實韭菜很適合跟肉一起 或者是用油去炒它 反而比較不適合涼拌 因為它如果說用油的話 它其實維生素A提高之後 它對小朋友的眼睛 還有所謂的一個呼吸道的保養 都是有幫助的 然後另外如果小朋友 真的可以吃到一碗的韭菜的話 它一天的鈣含量 其實可以達到我們建議量的五分之一了 對 所以其實它也是屬於 高鈣的一個蔬菜 吃起來都很不錯 又有心 又有鈣 對 如果你的小朋友 都一直提不起勁來 讀書都會打瞌睡的話 這種小朋友 其實你就要用韭菜去刺激它 韭菜一直打它 韭菜打它 其實因為韭菜裡面BH含量很高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真的要清燙的話 其實也可以 但是就加一點點油 然後它的B1 B2 還有所謂的B6都很高 又可以幫助蛋白質的一個合成 然後又可以讓它有精神 我現在突然知道 為什麼韭菜人家說 它是一個壯陽的很好的補品 因為那個維他命 什麼B群之類感覺 好像就是體力好 不然我們幹嘛要吃B群 我一直想了解這一方面 韭菜有一個別名叫做 還滿別名叫做起羊草 明明就是林靈屏 剛剛在化妝間告訴我 然後我也一直問她說 什麼叫起羊草 然後她就說就羊 對 羊 對 小燦妳到底在笑什麼 沒有 對 為什麼叫起羊草 就是羊 就是羊如果沒有活力 就沒有辦法生育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要讓它就是有活力 所以其實剛剛提到 它是第二性針製造精子 然後它是很需要的一個礦物質 總之韭菜這個食物 就是對小朋友或是對大人 對女生有幫助嗎 其實對女生也有幫助 因為其實剛剛提到生長發育 男女生都需要生長發育 都需要第二性針的發育 所以都需要 然後坊間有看到韭菜 韭菜就是綠綠的 還有另外一種叫韭黃 然後韭黃我看資料才覺得 原來我一直以為 韭黃是另外一種品種 原來是因為韭菜 還沒到韭菜的程度 沒那麼綠的時候 它刻意讓它減少曬太陽 它把它蓋起來 對 把它蓋起來 然後在變綠之前馬上先採收 所以就叫做韭黃 韭黃的營養成分 但是說實在 因為韭黃通常比較貴 你在外面去點菜 韭黃會比韭菜貴 可是韭黃炒豬肉好好吃 但是韭黃營養價值是比較低的 所以下次不用選太貴的 尤其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所謂的Beta胡蘿蔔素 以所謂韭菜來看跟韭黃來看的話 韭菜會是韭黃的六倍 高六倍 多那麼多 所以其實都滿多的 因為它餵奶的媽媽 韭黃也不能碰 餵奶的媽媽有時候 她會覺得韭菜 會有時候會抑制那個乳治 對 她會特別小心 所以另外一種 他們的親戚姐妹 還有一個叫韭菜花 菇菜灰 是韭菜開花就叫韭菜花 對 其實它營養價值 借在韭菜跟韭黃中間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選擇 給小朋友吃的話 你一定選擇營養價值最高 我們接著就選擇吃韭菜 韭菜 選擇吃韭菜 所以韭黃雖然比較貴 但它營養價值沒有比較高 所以下次大家 可以不用選那麼貴 你就選韭菜就好了嘛 又便宜又好吃 大概口感不同吧 對 口感不太一樣 那小禎 你那麼挑食 韭菜你吃嗎 吃啊 我吃啊 那Emma吃韭菜嗎 他也吃 但是他第一次 因為他有個習慣就是 他如果沒看過 沒試過的東西 他都會一律說他不敢吃 對 但是就是因為他學校也有教他們說 每天都要嘗試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我每次都會用這句話 來威脅他 所以老師就說要嘗試新的東西 所以他就會吃 可是吃完之後 他也就會問妳說那個是什麼 我就會跟他講 他是蔥的這個弟弟 或是遠房親戚之類的 對 他喜歡吃蔥 對啊 然後他就會覺得 吃下去之後他可能 因為都是綠綠的嘛 所以他就會覺得沒有那麼的反感這樣 所以你的教育方式就是 從頭到尾就一直在哄騙小孩 沒錯 因為他都告訴Emma說 那個你要幫 Emma不是花椰菜 他跟Emma說 那你要幫花椰菜開理髮廳 所以他就把花椰菜的頭髮理一理 然後久而久之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直要開理髮對不對 像媽媽都是這樣善意的謊言 我們家也是 妳也會嗎 對 因為他們 我們家小孩很喜歡吃雞肉的料理 對 那我有時候會想說買田雞 因為田雞其實也很不錯 而且也很嫩 可是他們就看到這個雞肉怎麼特別小 我就說這就是小雞肉 然後他們就傻傻的吃了 眼睛明明就青 甜蛙 對 那有一次我在家料理 不小心被他們看到了 我就打死不承認那就是小雞肉 因為他們看到那個形狀了 對 所以當媽媽很辛苦 妳有時候要隱藏 然後善意的謊言這樣子 是啊 當媽媽為了要讓小朋友 營養均衡 你知道媽媽有多辛苦 一直在講謊話對不對 善意的謊言 既然我們剛剛有講說 韭菜有這麼多好處 我們今天就要拿韭菜來入菜做料理 小菁姐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我今天要做的是 和風牛肉韭菜捲 對 妳這感覺好像在日本料理店 都會吃到 對 這個其實大人 那個下酒也還不錯 好適合配兩杯酒 對 可是今天是給小孩子吃 其實把韭菜藏在裡面 他們也不會知道 真的嗎 對 因為我把它包起來 最外面的部分也是 沒有 這個蔥是等於 它是 對 蔥 我們今天可以用牙籤取代 把它穿過去 就不要有蔥 因為很多小孩子不喜歡吃蔥 那妳等一下牛肉 可以用多一點嗎 因為我個人想吃 對 其實牛肉最重要了 牛肉加韭菜 其實我覺得那是 如虎添翼的一道食品 牛肉有鐵汁 牛肉有鐵汁 然後我們剛剛講韭菜有心 剛好這兩個都是 小朋友成長的需要 鐵汁也是幫助記憶力的 而且小朋友很可能 好 那小禎呢 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 酒香玫瑰餃 漂亮 我們有吃過蒸餃 但沒吃過韭菜做的玫瑰餃 其實它的概念 就是像水餃這樣 有水餃皮包這個 裡面的餡是有豬肉跟韭菜 但是因為做成水餃 小朋友可能就會覺得無聊 對啊 所以就是想要變臉花樣 把它捲... 像玫瑰花一樣 好 兩位媽媽來PK 到底今天誰會勝出 待會兒可以觀察 我們的戰況分析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則 這個演藝圈的消息 來看看大陸 因為主持奔跑 把兄弟爆紅的成賀 不過他前陣子 因為他一點私人感情 還有婚姻的因素 可能大家對他評價比較兩極 結果他拍了一部新電影 在電影的造勢 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場就會飄來一陣 莫名的冷場跟尷尬感 然後他就一直不斷的在搞笑 但他越是搞笑 越是顯得現場好尷尬 來看一下有多尷尬 大陸男星成賀 因為主持奔跑 把兄弟闖出知名度 去年和已婚女演員張子萱 爆出婚外情 與交往13年的前妻 許靜結束了兩年的短命婚姻 雖然他和張子萱 事後都拿出了離婚證明 澄清是在單身的情況下交往 但還是不被外界接受 讓成賀的人氣明顯下滑 好不容易風波暫緩 但是前天他在微波上 PO出和張子萱生的女兒滿月照 又再度引發話題 許多網友都湧盡前妻 許靜的微波留言安慰他 最近成賀獨挑大樑 主演了一部新電影 但是昨天出席發布會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人氣下滑 風氣裡總是飄著淡淡的尷尬 成賀只好拼命做效果 想要討好觀眾 但是大笑過頭反而很尷尬 後面沒有人說話 你們好不好 好 那多十億 我受實際 好不好 那我少許跟沒有多難 你知道嗎 你一天只吃五個冷 真的是哪個一年 好冷 看得出來 成賀賣力炒熱氣氛 台下還是反應冷淡 只能說不關醜聞是真是假 成賀都要再好好努力 才能讓觀眾重新接受他 這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 那我們今天明星親子料理PK賽 首先登場是小菁姐 她今天要幫我們做的是 和風牛肉韭菜捲 那其實這一道菜非常簡單 在家裡如果你是要做給小朋友吃 或者是爸爸媽媽晚上 想喝點小酒 這道菜也是滿下酒的 非常下酒 對 那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這個很簡單的料理 我覺得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完成 可以 其實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完成 對 非常簡單 有什麼食材呢 包括了 韭菜一把 韭菜準備一把 對 然後牛肉 牛肉是建議300克 那你如果人多就可以多買一點 對 自己搭配 然後這個牛肉比較重要的是 其實要油花分布均勻一點的比較好 不要太瘦 不然煎出來會很柴 對 太柴 對 然後還有洋蔥半顆 然後和風醬 這個和風醬就是看人 其實和風醬會促進小孩子的食慾 可是有的時候撒點鹽 吃它的原味也很不錯 對 或者是胡麻醬也OK 胡麻醬也是可以代替的 這食材非常簡單 那怎麼做呢 請小菁姐來示範一下 好 那我們先 先料理這個 先切這個蔥 韭菜的部分 妳剛剛講蔥 對 真的很像蔥 因為蔥和韭菜我都滿喜歡的 好 那基本上 蔥比較大隻 蔥比較大隻 現在基本上給小孩子吃的話 我會把 我會建議把這個白的部分 先不要用 白的部分不要用 對 因為它會比較硬一點 對 我們就取這個 綠色的部分就好了 我們現在接下來 就是看這個小孩子 它如果真的很挑食的話 對不對 我們這個韭菜 我們把它切短一點 不要切太長 切太長的話它會看到 所以我們就把它 妳知道嗎 真的是很難的 還是妳想要戴眼罩吃 對 乾脆戴眼罩 也不見為鏡的感覺 沒有 有些小孩子 他一看到他就不想吃了 是 對 那我今天就是把它切兩種 一種短的 一種長的 對 但我覺得妳這個牛肉 因為我們今天準備的這個牛肉 感覺沒有很寬 妳這樣包如果它露出來的話 妳就騙小孩說那是蔥就好啦 對啊 可是有的小孩 連蔥都不吃 對 她第一時間不喜歡吃 她以後就不要了 對 對 所以我們不要讓她看到 所以就切短短的 對 我覺得切短短的 不要讓她看到也可以 其實如果大人要吃的話 我建議媽媽把它露出來 比較漂亮 對 這樣我們等一下 包給大家看好了 捐給大家看 好 韭菜就把它切一切 其實韭菜在切的時候 有一種香味 不了解韭菜的人 會覺得韭菜很臭 對 但是喜歡吃韭菜的人 我以前不敢吃韭菜 因為我覺得韭菜盒子 是可怕的天敵 什麼食物 很好吃 一吃完之後整個 不要跟我講話 全部都是韭菜 妳知道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吃 從小就是吃韭菜水餃 然後寶地也是 我從小就給他吃 你看他現在長那麼高大 我們全家人都很大隻 其實我覺得就是跟吃韭菜 搞不好有很大的關係 妳講到寶地 其實滿有很好的廣告效果 因為他的確是長得又高又壯 我也很高 對 也很大隻 好 那就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包這個 把它藏起來的部分 不要 我們先不要藏 我們先做大人的部分好了 好 大人的部分 對 妳就取一點點 不要太多 我們把它捲進去 就這麼容易 就只是捲一捲而已 就把它捲進去 大人室的話可以露出來 對 我覺得大人室這樣露出來 比較會有食慾 對 再來兩杯清酒滿不錯的 對 真的 然後最主要還有牙籤 剛剛我們那個圖片是用那個 蔥把它捲起來 對 那很多小孩子看到蔥 其實基本上它就不要了 了解 對 那我們就用牙籤把它固定 對 把它串起來 從中間穿過去 對 對 其實這樣小孩也可以幫忙 是不是也可以用金針菇綁 對 金針菇也不錯 對 而且主要是它用牛肉的那種鮮味 把那個韭菜的那種流化素 把它蓋掉 可以蓋得過對不對 對 是可以蓋得過 它跟牛肉很搭 等一下 但是營養師講這個 我覺得今天完全不能說服我 因為他自己也不太愛吃韭菜 然後他現在說韭菜有多好 又有多好 妳不愛吃韭菜 但我不喜歡的是韭菜盒子 跟那個包到水槽型的那種 那就是不都一樣嗎 但是如果它是韭菜炒牛肉的這一種 就是它用比較重的牛肉味道 把它蓋起來的其實都OK 就是妳可以挑掉的那種 好啦 我就是少吃韭菜 我就吃洋蔥 我們彼此一樣 妳很生氣而已 對 妳等一下挑看不到韭菜的一份吃這樣 對 好 對 就這樣很簡單把它穿過去 我等一下要看妳吃喔 因為等一下料理的話 妳也會收到一份 等一下它會弄斜角 牛肉味道OK 還有和風醬對不對 而且營養師自己說 那個韭菜的味道可以蓋過去 它牛肉可以蓋過去 因為他現在要說服我們吃韭菜 但他自己不愛吃無所謂 對不對 好 我們就把它捲一捲之後 對 從中間這樣穿過去 最主要是讓它 煎了以後它其實就會定型了 是 對 好 我們先捲三捲四億就好 好 那接下來洋蔥的部分要怎麼處理 洋蔥的部分其實就是擺盤 然後我們把這個 洋蔥只是擺盤 就是擺盤 和風不一定要有洋蔥 對 和風就是一定要有洋蔥 那這洋蔥的部分其實就是怕 很多人 很多媽媽不敢切 就是會流眼淚 那就可以把它泡在水裡 冰水 對 泡水或者帶挖鏡也可以 真的很怕 因為它會流眼淚 那會流眼淚你知道嗎 那要戴泳帽嗎 在游泳水裡面切 洋蔥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是說如果說先把它拿去圍波之後 或是蒸過之後 它就不會那麼嗆了 可是有些是要吃那個清脆感 脆度就對了 所以你泡冰水就好了 泡冰水就可以了 OK 對 其實沒那麼嚴重 我覺得媽媽都已經習慣了 你知道 習慣流眼淚 你現在是不敢切 我不知道是因為小孩子 惹我們哭還是切菜哭 你知道嗎 媽媽很心酸 兩種一起哭 好 一起哭 對 然後這個就是很簡單 就是把它對切 然後我們這樣切絲就好了 天啊 那個味道真的很嗆 真的嗎 因為你切絲比較容易熟 不要切太大塊 對 對 就這樣子把它切了 好 洋蔥切一切之後 其實就下鍋去炒 對 你可以用那個魚 就是那個我們煎過以後的那個油 魚油去炒它就好了 對 不是魚油 就是剩下 剩魚的油 剩魚的油 對 就是說你先煎那個牛肉捲 煎完之後它會有油脂釋放出來 你就不用再加油 直接把洋蔥丟進去 洋蔥還會有牛肉的香味 沒錯 我們現在做菜 就盡量少油吧 對 比較健康一點 這一道其實有兩個蔬菜 就是韭菜跟洋蔥 其實小朋友一次 同時吃這兩個蔬菜 洋蔥也是很好的 它是很好的辛香料來源 我覺得常常感冒 小朋友要多吃一點洋蔥 對 洋蔥非常好 好 所以洋蔥炒一炒之後 我們有一個成品 就是炒成這樣子 我就是用剩餘的油 然後炒成這樣黃黃的 是 對 然後它就會有牛的香味 然後這樣子就兩種蔬菜 其實小菁姐剛剛 已經有先來攝影棚 有先烤了成品 我們來看看成品 其實很漂亮 超像我們在外面吃那種 串燒店會有的料理 對 因為我今天會比較小 是因為給小朋友 小朋友就不用吃那麼大 一口吃 對 像這個就是 一條牛肉的份量 這個大的 這個小的是我肉切一半 其實看起來很美味 對 其實很好吃 對 尤其是這牛肉的油花 分布要非常的好 是 那你和風醬油的部分 要用在哪裡 我今天沒有 我今天其實我是有 撒了鹽巴上下去 所以和風醬油可以選用 對 因為我怕有的時候和風醬 小朋友不喜歡那個醋的味道 對 所以我盡量會用原味來呈現 小朋友如果喜歡的話 就自己去沾 是 對 我一般是這樣 因為我們三個會比較麻煩 好 那那個洋蔥是不是要鋪上去 稍微擺盤一下 對 對 來 你需不需要筷子 需要 好 來喔 跟妳用筷子 好 最後呢 我們就讓小朋友 在這道料理裡面 你看有吃到牛肉 又可以吃到兩個蔬菜 有韭菜又有洋蔥 對 剛剛營養師有說 你看我這兩樣蔬菜 而且 可是它兩樣蔬菜 挑戰性都滿大的 對啊 就是一般小孩子不太愛吃的 而且感覺都滿原味的 洋蔥有炒過之後 它會比較甜對不對 對 這樣擺盤下去就很漂亮 對不對 小朋友沒吃完 爸媽晚上就直接配酒喝了 對 你不覺得這真的很像去居酒屋嗎 對不對 大人小孩都OK的菜 是 這個非常適合大人跟小孩的料理 而且其實小菁姐 剛剛是花了五分鐘 五分鐘真的嗎 太短了 其實五分鐘就做完了 接著下來 我們廣告之後 換小禎要上場了 是用一種很特別的方式 做一種變相的玫瑰韭菜餃的感覺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的Live直播現場 那麼現在要換小禎 要用韭菜來入菜做給小朋友吃 待會兒的評審 要跟過去以往一樣 就是我們會有四位美食 小小美食評審 要幫我們評選 所以現在小禎要做的是 用韭菜來做一個像餃子一樣 對 而且這個東西 其實看起來是比較有趣 就是像玫瑰花一樣 然後再來是做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跟小孩有互動 所以他可以幫你包 可以幫你捲這樣子 好 食材有哪些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酒香玫瑰餃 食材有餃子皮 然後豬絞肉300公克 酒菜一把蛋一顆 醬油一大匙 醬油膏一大匙 米酒一大匙 太白粉一大匙 好好記有都是一大匙 麻油一茶匙 胡椒粉少許跟鹽少許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當然是抓出來的基本量 但是如果有些人 比如說胡椒粉你喜歡多一點 你就可以多加一點 那個豬絞肉 因為我之前去市場 你跟老闆娘混熟一點 她都會問你說 你的豬絞肉是要油脂多一點 還是你不要那麼油 其實一半一半當然是最好 你就給小朋友吃 那個口感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本身 要瘦身的話 你油脂就少一點這樣 而且豬絞肉 你還可以跟老闆娘選說 你要絞大一點還是絞細一點 都可以選 絞兩次 絞三次 對 今天這個韭菜 我覺得它是滿新鮮的 雖然它基本上外面 沒有什麼老葉要挑 就是洗乾淨之後 像剛才小菁姐講的 就是小朋友要吃的話 白色的地方就把它切掉 那如果是大人要吃 白色的地方到底能不能吃 你們會入菜嗎 會啊 會啊 營養師妳講得很沒有辦法說服人 營養師已經出神了好不好 他超出神的對不對 對啊 基本上 今天是用切的 但我家裡是有那種 你知道就是有個機器 你用拉的它就會變很碎很碎 我家也有那一台 對… 因為給小朋友吃 我都會基本上就是 藏食材的話我都會用那一個 對 就比如說要攪蒜頭 因為它會這樣拉… 它就會變成攪碎的 或是攪韭菜的時候 它就會變很碎 對 今天我們是用切的 是 好 把它切成小小細細的 所以其實 我們這一次在做料理的時候 是做小朋友要吃的東西 其實每一個藝人來做 都有掌握一個原則 就盡量把食材做小小的 對啊 然後但是還是要維持一點點的口感 然後讓小朋友 從一開始接觸這個食物的時候 不要那麼害怕 對 因為他們初體驗如果害怕 你以後再怎麼烘它 它都不會吃 真的 這句話你是跟自己講的 對啊 然後所以我這邊有切好的 就先來把它放到旁邊 好 沒有 把它放在一起 當然有一點點 對 好 韭菜就把它切小小的一段一段的 對 韭菜切小小的一段一段 然後備用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處理 這個絞肉的部分 好 其實絞肉的部分很簡單 真的非常簡單 你知道記得剛才儀佩有跟你們說的 這些鹽巴 米酒這一些 備好之後加下去就行了 但是呢 加下去就可以了 如果假如你買回來的時候 它是幫你攪好的 可是你拿回來你要拍 還要再拍喔 要 你要拍到它有黏性為止 有一些是家裡有那種 你知道那種方塊那種剁肉的 對 我在家裡是都會用那個剁 如果你沒有那個的話 你也可以用那個刀這樣做 很像錘子的那種對不對 很像錘子的那種東西 這個是已經處理好了 假設你買回來的話 你就一直剁... 剁到它有那個黏性為止 對 它會這樣黏黏的 有黏性為止就可以了 好的 所以我們這是已經300克 剁好的豬絞肉 然後把它放進來碗裡面 再來呢 這個 麻油一匙 麻油一匙 好 醬油膏 麻油好香 麻油一加下去就好香 對 醬油膏一匙 我真的覺得麻油是台灣人的那個 因為它算是一種 老祖宗留下來的 很好用的一種 對 萬用的那個 對 而且麻油它本質就是堅果 是啊 對 它是很好的油 對 然後米酒也一匙 醬油一匙 米酒一匙 醬油一匙 米酒一匙 對 然後胡椒粉 我是滿喜歡胡椒粉的 所以你可以 大家可以依照個人的口味 再做調整 斟酌 好的 你加太多了吧 就會小朋友就問說 胡椒 酒 然後就會沒有想到 是裡面有酒在 然後這個是鹽巴 鹽巴適量就好了 因為我們有醬油 還有醬油膏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太白粉要抓煙 然後記得 因為我們今天是抓豬絞肉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水餃的內餡 你一定要抓水 要不然它裡面會乾乾的 其實我有聽過一個 很會做菜的師傅講說 除了加水以外 你可以去買雞絞凍 雞絞凍 對 雞絞凍加在裡面 然後你吃的時候 就會有雞肉的鮮味 會有那種包薑的那種感覺 對 小配方可以學起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蛋跟水加進去 水就加一點點就好了 對 蛋就全蛋 一定要加蛋 對 好營養喔 對啊 這個也太營養了吧 對 就有所謂的 含鐵的紅肉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優質蛋白質 雞蛋吸收率其實是很高 對 然後再加一點太白粉 對 太白粉我們就邊抓邊加 不用急著全部加進去 然後把它搶搶搶 而且小朋友應該也可以 也可以幫忙 也可以玩 這個搶搶的 小朋友可能沒辦法 因為他會搶到整個料理台都是 我跟你講 我曾經真的以前有 就想說 你有讓Emma搶過 想要在你知道就是 這講起來怪怪的 就是說搶肉 光和那個那什麼 太陽很大有沒有 射進我們家的這個地板 然後這一整個下午 我們就是買的這個 大家就在那邊悠閒的 那邊做料理 然後他就會想要跟我一起 包水餃 對不對 然後結果他包的水餃 第一個就整顆掉在地上 我就叫他去看電視 真的 所以他一起互動 還是要等他大意 是 而且小朋友在 太小 年紀如果太小 就會搗亂媽媽的步驟 我覺得這個不適合互動 因為怕它是生的肉 它如果不小心吃到會 吸菌拉肚 然後再來我們就可以把 剛剛的韭菜都加進去 這道真的看起來很營養 對 其實這在菜裡面 你看我們的餃子 其實它有皮 它是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我們又加蔬菜 然後又加所謂的蛋白質 所以其實它適合小朋友 不管是比如說 有時候可能有點心的部分 其實它可以供應這種餃子 給小朋友吃 就譬如說下午 小朋友給它小點心 而且它是三大營養素都有 都在裡面 就是不要給它一些什麼 洋芋片蛋糕之類 其實吃這個還比較健康 吃這個還滿健康的 好的 剛剛都把它加一加 拌完之後 內餡就已經完成了 對 然後我現在要把這邊清一清 好 來 好 沒關係 把它翻面過來就好 好的 好 現在我們就是要買那個水餃皮 對不對 水餃皮 我們就把它鋪在桌上 是 鋪這樣子 接下來就要包餃子 而且到底要怎麼把它包成 玫瑰的形狀 因為你剛剛拿那個板子 看起來好難 對 你看我們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重點 這是重點大家要學起來 把它有點層層疊疊的感覺 我們先把它疊起來再加水 是 要疊起來 疊這樣子 疊四片 我們加一點水 把它中間 當成黏著劑就對了 對 固定一下 好 這個大家要學起來 怎麼樣可以把它弄成 像玫瑰一樣的感覺 其實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要挑戰這個 因為其實 對啊 那個弄玫瑰捲其實有一點難度 對 有一點難度 沒關係 我們在家的爸爸媽媽也可以學起來 弄好之後 我們就把剛才我們弄好的這個絞肉 是 不要太多 因為它會滿出來 所以你是有點平均的分配 在中間就好了 對啊 在中間就可以 OK 好 這聞起來就好香 很香啊 我跟你講只要加麻油就好香 因為我都好想吃 而且剛剛其實營養師有提到說 韭菜對小朋友很好 而且懷孕的媽媽是不是要多補充 鐵質部分 因為韭菜有鐵是不是 其實從懷孕的媽媽 可能在懷孕過程裡面 她就必須要顧慮到小朋友的 一些生長發育 包括腦袋的發育 所以包括綠色的蔬菜裡面 它除了像剛剛韭菜裡面 它除了有芯之外 其實它葉酸含量也不錯 然後另外它也需要有一些紅肉 尤其是在第三期的時候 如果你的鐵不足的話 孕婦鐵不足的話 其實小朋友生出來之後 也容易有缺點性貧血 或是小朋友他的可能 他的成長發育是比較慢的 了解 所以媽媽其實在懷孕當中 也要多補充鐵質 小禎剛剛是把皮 把它對摺是不是 每一片都對摺 好 所以內餡真的不能放太多 不然會擠出來 對摺之後前後 如果太多你就把它拿出來就好了 應該是有點多吧 對 前後把它捏起來 好 旁邊有點太多 澎湃 這個老闆娘就是大器 你前後把它捏起來 前後捏起來就好了 然後就開始捲 這個好難喔 不會啦 看它捲 看它捲 來…我幫你把旁邊那個多出來的 不要弄… 真的嗎 沒關係… 好 它這樣就變成一個玫瑰了 對 它這樣就變成一個玫瑰花捲 即使是有多出來 你再把它旁邊 再稍微修飾一下就好了 對 妳幫我拿一張這個 好 這個 對 然後幫我放在這邊 它就會變成一朵玫瑰花 很漂亮耶 看到嗎… 這一朵玫瑰花 妳就拿下去再那個電鍋蒸 這一面好醜 拆這一面 有啦 有像 好… 然後拿下去電鍋蒸 然後蒸一杯水就可以 外鍋加一杯水就行了 這樣子 像這樣一杯水 外鍋加一杯水 大概蒸15分鐘就可以了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已經有先蒸好的對不對 很漂亮耶 其實它很像包子耶 蒸完之後 我剛剛看那個外型 我覺得感覺好像很難 原來這樣子捲捲捲 就可以變成玫瑰 然後上面這個綠綠的 其實是外面都買得到的羅勒葉 所以妳如果真的很怕小朋友 聞到那個韭菜味的話 妳可以加一點羅勒葉 因為有時候吃意大利麵 都有加那個羅勒葉 是… 所以這樣子就是韭菜玫瑰卷 大家要學起來 因為我剛剛原本以為看起來很難 其實就是四片 然後半月型的對折之後捲捲捲 就是肉妳不要太貪心 加太多就好了 是 好的 這個玫瑰卷要來PK 小禎姐的牛肉韭菜卷 到底誰會獲勝呢 我們廣告之後 四位小小美食家 馬上就要登場囉 打招呼…快點回回首… 又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評審時間 要介紹四位評審 首先介紹的是評審長 我還沒說誰耶 我還沒說誰 妳就知道我要說妳對不對 我們來歡迎評審長Jasmine 來 歡迎Ryan 歡迎Rui 以及Rachel Rachel Rachel是哪一張 今天是學獅子老虎嗎 Rachel 因為妳戴一個耳朵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當然要來評斷 兩位媽媽做出來 用韭菜入菜的料理 首先這個料理 你們看哪一道 你們會覺得比較想吃 每個人指的都不一樣 怎麼會這樣 其實是平手的 兩票…對不對 好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先從小金姐先來好了 因為小金姐先做 這個牛肉捲 我們先來吃吃看 男生都指牛肉捲 然後女生都指這個玫瑰叉子 這邊有叉子 那來我們為妳吃好不好 先吃牛肉 先吃牛肉看看 吃一個牛肉 很棒 中秋節有烤肉對不對 對啊 因為那個牛肉捲看起來 真的很好吃對不對 好吃嗎 肉依還沒吃到 好吃嗎… 多吃牛肉會長很高 對啊 而且裡面有包韭菜 雖然都沒有告訴我們 那個綠綠的很讚 Jasmine妳知道什麼叫韭菜 韭菜 韭菜 那妳有吃過水餃嗎 有 那妳水餃妳都吃什麼口味的 咖哩菜 咖哩菜水餃 那妳有吃過韭菜水餃嗎 有吃過韭菜水餃 舉個手給儀佩姐姐看 妳有吃過韭菜 妳們兩個都有吃過韭菜水餃 一顆 一顆而已喔 為什麼 妳不喜歡韭菜的味道嗎 妳知道妳剛剛嘴巴吃的是韭菜嗎 太厲害了耶 好 OK嗎 味道還可以接受嗎 還可以 還可以 好 那肉依我問一下 妳之前有吃韭菜水餃 妳喜不喜歡韭菜水餃 喜歡 喜歡吃韭菜水餃 那高麗菜水餃喜不喜歡 喜歡 也喜歡 所以它是屬於好養的那種 高麗菜韭菜都接受 那Ryan一下就吃完了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Rachel 還有肉依的盤子上都還有一個 但是Ryan吃完 Ryan 一貝姐妳也吃完 Jasmine也吃完 那個一貝姐問妳 妳喜歡這個嗎 喜歡 妳剛有吃到什麼妳跟我說 有什麼 菜菜 菜菜喔 還有呢 肉肉 菜菜跟肉肉還有別的嗎 紅蘿蔔 紅蘿蔔 那個Ryan超厲害的 他每一天吃的料理 不管我們用青江菜還是什麼 他都有吃到紅蘿蔔 真的 好棒喔 真的 紅蘿蔔 對 她有講100次的紅蘿蔔 但她有講對了 菜菜跟肉肉 那菜菜妳喜歡嗎 喜歡 就她接受韭菜喔 她把洋蔥也吃掉了 對 她要把洋蔥吃掉 所以她不太挑食 好乖喔 妳怎麼 我也喜歡吃洋蔥 我知道 妳什麼都喜歡吃 我至今沒有看過妳不喜歡吃的東西 妳在學校都吃洋蔥 妳在學校都吃洋蔥 好 沒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吃吃看 小禎的玫瑰韭菜餃 好 來吃吃看這個 因為有叉子 來 這個 吃這個 好 小心 好 這個 裡面是肉肉喔 裡面有肉肉喔 有菜菜喔 而且我們 我們攝影師導播也要幫我們 take一下營養師 因為她呢 今天是被我逼要吃韭菜 她本身對於那種 韭菜被包在 包在什麼 譬如說韭菜盒子裡 她不能接受 可是妳的臉看起來不太OK 請問 我說實在 妳有小朋友妳OK嗎 這位小朋友 可以 我知道菜菜跟肉肉喔 好燙喔 有吃到胡蘿蔔嗎 倒是沒有 沒有吃到胡蘿蔔 我講一下這一道菜好了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連我不是很喜歡吃這種 韭菜盒子 或是包起來的 它其實有一點像肉包的口感 因為它用四片的水餃 所以它吃起來 它那個澱粉是很有嚼勁的 所以相對那個澱粉的香氣 是把那個韭菜味道把它蓋掉 而且它切碎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反正切碎 切碎 再切碎就是把蔬菜藏起來的方法 對 所以可以騙過 我們不喜歡吃韭菜 劉怡小朋友 就可以騙過所有的小朋友 好 小朋友感覺吃的 Jasmine妳的咧 妳吃完了 妳只有吃一個 很難得 它只有吃一口 怎麼了 為什麼 妳可不可以講講 太硬了 那是因為我們在攝影棚裡面太冷 妳還沒吃完 妳還沒吃完 妳剛剛吃的覺得怎麼樣 不知道 說不上來的口感 好 那問一下Rachel Rachel...妳剛剛吃這個妳喜歡嗎 可是Rachel吃滿多的 大聲一點 喜歡 她喜歡 OK 那Ryan呢 妳剛剛這個有吃到什麼 我們再來問她 看會有紅蘿蔔 應該有 那這個有什麼 妳問 紅蘿蔔 沒有紅蘿蔔 除了紅蘿蔔之外 還有別的嗎 菜菜 菜菜 還有呢 肉 肉 還有呢 皮 皮 還有呢 紅蘿 菠 菠菜 菠菜 妳沒有菠菜吧 那就是菜菜 沒有因為小朋友很可愛 但表示他們不挑食 不過呢 既然韭菜 那個營養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吃這兩道 你們覺得怎麼樣 其實呢 因為我們剛剛裡面 重點都是韭菜 對 那如果說啦 尤其像現在秋冬季節 如果小朋友有一些濕疹 或皮膚發癢的小朋友 我建議倒是可以真的 多吃一點韭菜 那第一道呢 我倒是第一道 我真的覺得一點味道都沒有 就是他把那個牛肉的香氣 整個蓋掉那個韭菜味道 所以是有吃到那個韭菜的纖維 所以韭菜纖維本身也很高 也可以幫助小朋友排便 但是那個其實 我覺得這一道有一點可惜 是因為放在冷氣房裡面 它稍微有一點乾掉 要不然其實小朋友 如果拿起來吃 把它當成那種包子來吃 其實很好吃 趁熱吃的時候 對 我覺得如果是熱熱的話 應該是非常好吃的 好 那麼接著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投票時間要來囉 我還沒喝完 妳還沒吃完 妳現在吃到哪個階段 我還沒 還沒吃完 妳剛剛有咬一口了嗎 妳剛剛有咬一口嗎 還沒 妳先幫儀佩姐咬一口好不好 咬一口我們才能投票 不然只有吃一道 好不好 一口就好 還沒吃完 還沒吃完 那妳先咬一口這個 要不要 還是妳可以投票了 那妳Give me five好不好 妳Give me five 快 妳先吃一口 吃一口 好 妳先吃一口 快 吃一口 吃一口就可以投票囉 好 今天其實 其實我們用那個韭菜來做料理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難 沒有 對 而且它把它切碎 其實它那個味道就整個下降 是啊 還有蘿樂的葉是不是也有功能 蘿樂的葉會蓋掉 對 香氣有出來 蘿樂其實可以蓋掉韭菜的味道 對不對 好囉 剛剛Roy已經有吃一口囉 所以接著下來 好 接著下來 好 不是 不是寶寶要吃了 她不用吃 她吃飽了 好嗎 好 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進行投票時間囉 好 先把這個收一下 OK 待會兒儀佩姊姊數三的時候 如果你喜歡這個餃子的話 你就把票投給她 如果喜歡這個牛肉捲的話 就把票投給她 太靠近了吧 太靠近了喔 好… 好囉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就投票了嗎 要 好 1 2 3 小心衣服 請投票 很意外的 怎麼會這樣 我們全部的小朋友都投餃子耶 真的喔 你們不喜歡吃這個喔 為什麼 不喜歡吃肉肉 為什麼 來… 可是妳剛剛都吃光耶 Jasmine 為什麼很好吃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不好吃 妳沒有投那個 為什麼 妳講一下 我比較喜歡這個 妳比較喜歡這個 可是妳剛剛說這個有冷掉耶 但為什麼還是投了它 比較喜歡 好吃 因為很好吃 真的嗎 我們可以吃嗎 我們可以吃吃看 來 要不要來賓也一起吃吃看 來吃吃看彼此的料理 好 我們其實剛剛 我先來試試看 為什麼小朋友不喜歡這個 是不是太硬了 我不知道耶 因為那個把它包在牛肉裡面 它那個纖維 可能稍微有一點太長了 所以小朋友他咬到最後 可能會比較覺得那個咬不動 那如果你搞不好牛肉用炒的 炒那個韭菜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那個小菁姐弄的這道料理 根本完全是大人的口味 因為它的那個纖維是很明顯的 完全蓋不住 所以可能小朋友在咬那個纖維的時候 那韭菜的味道會一直跑出來 他們可能覺得這樣沒有那麼喜歡 我們韭菜把它切短一點 我今天包得太長了 對 比較長一點 那我再吃吃看小禎的這個好了 好 就我想說小朋友說這個硬 但是全部還是投出來 對啊 那個很像包子 真的還滿好吃的 對 再加熱而已 就是像包子的外道 這道真的很好吃 而且爸媽可以在家裡做做看 其實不難